诱发高血压的这个因素 我们都要注意去控制 一个就是从生活方式刚才讲到的 这个烟酒 我们要主张戒烟 现酒实际上是酒是越少越好 能济是最好的 那还有是规律的生活 那不要去熬夜 尝试的熬夜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这种 生物中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节律 那么还有就是这种高负荷的紧张的这种生活状态 那再有就是暴饮暴食 那么特别是这个盐的问题 这个在我们国家来讲的话 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大家可能听到过 那么这个世卫组织要求我们这个现盐 现到五克六克每天 但是的话呢 我们国家普遍来讲 这个盐的收入量都是明显增高的 像在我们北方 那基本能到12克左右的 那像东北 更靠北的地方 能到了18克每天 那这样大量的盐的摄入 就会把这个更多的水 吸到这个体内来 那么造成我们叫容量过多 我们说这个血液之所以升高 受几个因素的影响 一个就是心脏收缩的能力 一个是血液这个容量 还有一个血管的阻力 那么这个吃的盐多 纳瘦的多 那主要是对这个容量的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要限盐 把这个盐要限制下来才行 那么说这种盐 不仅仅是我们炒菜做饭 加的这个食盐 那实际上讲 像我们吃的一些酱油啊 这个咸菜啊 腌制的食品啊 包括一些这个熟肉里边 都是还有比较多的盐分 所以要把这个整个都计算在内 那么一天整个的量 应该是在这个五六克的样子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把这个生活方式方面 该纠正的地方给它纠正过来 那么还有就是这种高质饮食啊 那么高质饮食的话 会造成我们这种体重的增加 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血压的问题 我们说这种体重对血压影响 还是比较明显的 如果说我们能很好的控制体重 比如说体重没减到五到十公斤 那么可以把这个血压呢 控制五到二十个毫米公斤的样子 基本上相当于一个 降压药的一个作用强度了